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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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高樓林立 劃出完美天際線 但你知道為什麼 好幾棟大樓中央都要挖洞嗎 這裡在香港 這裡有蟲蟲 你不太能看到他們 因為他們是蟲蟲 他們其實在山上 在山上 就怕大樓擋住龍脈 帶來厄運 建商習慣開龍洞 香港人民信風水幾乎每棟摩天大樓 都經過設計 中環匯豐總航大廈內部結構奇怪 外觀又像積木一樣堆疊 也是受到風水老師指導 然而另一棟大樓落成 卻攪爛中環風水運勢 其實他的劍尖第一 是對著匯豐銀河的 因為是一把刀 對著匯豐銀河 七十樓高的中營大廈 宛如三面刃 對四面八方射出殺氣 宣告中環風水大戰正式開打 當年香港港督 住在左上方的關底 沒多久心臟併發促勢 正對面的匯豐不甘示弱 所以HSBC建築 在回答中 放了這些維持機器 那實際上看起來像槍 他們向中國的銀河 面對雙面袈裟 昔日香港首富李嘉誠 也沒再怕 長江十夜大樓的設計 是四面環盾 並且外部全部用了防彈玻璃 風水也有關係 香港政府甚至列出 補償預算 補貼風水受災戶 只能說寧可信其有 就怕一寸一毫的失誤 輕則讓平民 雞犬不明 重責讓企業 血本無歸 閃電新聞 綜合報導